而现在全台湾的口罩是由中央统一来征收配给 但是1号释出的第一批口罩除了近货时间一言再言 让民众骂翻天 根据了经济部的资料 在1号超商分配到的口罩有137万片 药妆店45万 而在今天超商分配到了109万片 药妆店54万片 虽然数字增加了 但换算下来 每一间超商门市分配的口罩只有125片 民众骂翻根本买不到 经济部则是呼吁大家应该要把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并且要求店家要抓重复排队者 而现在呢不光是口罩的厂商在假日也要加班来生产 连国防部也派兵投入生产线 门口直接贴出口罩完售公告 就是希望民众别再问了 1号政府宣布统一配给口罩给四大超商和药妆店 但民众一遭抢牌都扑抠骂声连连 经济部脸书紧急公布配送进度 只说中午口罩才到物流中心 傍晚后就会陆续抵达超商 但民众依旧等不到 经济部才有草草山文 改成晚上后到货时间一言再言 因为他们本身有他物流中心到门市的系统 陆续到的时间不一啦 那因为有远远远近 他那个可能会拉得比较长 到货时间是物流而定 但全台超商只有赖尔夫 北中南都有桶仓 全家7-11以及OK便利商店 口罩都只能先到北部再进入物流中心 因此中南部门市甚至到深夜才进货 另外国内工厂产能全开 一天预计可以征用400万片口罩 但2月1号 2月2号扣除公务流用 首日超商分配到了137万片 药妆店则是45万 2号超商分配到109万片 药妆店则是54万片 以圈台11000家超商门市计算 每间只能拿到大约是125片到90片左右 根本一进货就被秒杀 总产量跟我们要使用量 这两个有落差的配置里面 希望在这个方面 是大约以这个县市的人口比例 来做一个分配 国域别风抢另外也要求 严抓重复排队者减少乱象 彰化原有的口罩工厂 价值加班不休息 一天能够生产15到20万片 而经营部规划新建立的62条口罩产线 将从3号起一个月内陆续上线 国防部也要派兵 补足人力缺口 立平日产1000万片 要让国内供应更加稳定 张银江的台湯 所以在每场第二个月中